欢迎大家收看娱乐社媒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53岁郭可寅沙漠击吻林文龙 透视长袍充满仙气 不敌13岁喃喃先腰 瞎仔贾斯乐姬喊晒父子赵 80年代同心定居深圳 竟壮扬著名导演 东张希望74岁伯伯被商场自动门撞倒下半身瘫痪 长期卧床入安老院 灭尊严都无晒 45岁宋芝林家暴安德尊 因为一件贴身物出手掌官 下场超惨反被打到红肿 法语情关志斌透支信用卡向朋友借钱被走数 见过鬼怕黑以后要递交情 请大家收看 53岁郭可寅沙漠击吻林文龙 透视长袍充满仙气 不敌13岁喃喃先腰 星岛日报 林文龙与郭可寅一家三口前往杜拜旅游 体验了沙漠之旅 他们在沙漠中坐着四驱车穿梭 玩得非常开心 林文龙还驾驶车辆载着女儿在沙漠中飞驰 被郭可寅形容为天若有情 他们还骑着骆驼游览沙漠 一家人在沙漠中度过了一整天的快乐时光 郭可寅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这段旅程的照片和影片 网友们纷纷点赞 称赞他们一家人的颜值宝灯 郭可寅和林文龙一家经常外出旅游 去年他们去了日本和韩国 并参观了当地的名胜古迹 郭可寅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他们在这些地方的照片 网友们都纷纷称赞他们一家的美丽和幸福 郭可寅与林文龙今年将迎来结婚20周年纪念日 他们的感情依然甜蜜 一家人的相处模式也非常和谐 郭可寅一家人的外出旅游活动展现了他们的幸福和美满的生活 他们享受着旅行带来的快乐 展示着幸福的家庭氛围 他们的旅行照片和影片也激发了网友们的羡慕和赞美 让人们感受到了他们幸福的生活态度和积极向上的心态 虾仔贾斯勒及韩晒父子赵 80年代同心定居深圳 竟壮扬著名导演 星岛日报 经典处境剧《虾仔爹爹》是欢乐经销中最长寿的短剧 聚集在1983年播出 一波便播了9年 后来被列入建立是世界纪录大全最长寿短剧 剧中由贾斯勒饰演的迦勒仔和卢海鹏饰演的虾仔 是观众心目中的经典组合 近日 贾斯勒在社交平台上贴出与迦勒仔崔世希的合照 勾起了不少观众对那些年的回忆 贾斯勒近年生活养尊处优 经常与昔日合作过的好友们见面 他在社交平台上贴出与迦勒仔崔世希的合照 回忆起30年前两人在《虾仔爹爹》中饰演父子的场景 崔世希如今已经结婚并住在深圳 而贾斯勒则以英文留言表示 时光飞逝 他们已经从父子变成了兄弟 崔世希在剧中饰演的迦勒仔也曾参与其他剧集的演出 外貌可爱 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虾仔爹爹》是《欢乐经销》中最长寿的短剧 由贾斯勒和卢海鹏担任主演 两人的化学作用和角色深得观众喜爱 剧中的父子组合搞出了不少笑话 贾斯勒曾透露 他与卢海鹏合作的初期并不喜欢 因为经常被卢海鹏整乱头发 卢海鹏则以其暴赌的表演风格和押韵对白 令观众捧富大笑 近日 贾斯勒在社交平台上贴出与卢海鹏和罗兰的合照 勾起了不少观众对那些年的回忆 经典处境剧《虾仔爹爹爹》在观众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贾斯勒与卢海鹏的合作也成为经典组合 贾斯勒表示 虽然现在不常见面 但一见面就会有一种特别开心的感觉 他还透露自己在节目中不懂中文字 但监制还是给他机会 结果不经意间就演了十年 他自己都觉得很奇怪 他也回忆起与卢海鹏的合作 称卢海鹏经常暴赌把他逗笑 观众也喜欢看他们的表演 这次的聚会让人们怀念起这对经典组合的时光 东张希望74岁伯伯被商场自动门撞倒下半身瘫痪 长期卧床入安老院 捏尊严都无晒 新岛日报 TVB节目东张希望报道了一位74岁的伯伯 因商场自动玻璃门意外导致下半身瘫痪的故事 伯伯的子女发律师信要求管理处不要删除闭路电视 但得到公正行的回复 指意外与自动门无关 伯伯表示自动门撞到他的尾椎骨 导致神经线麻痹 他现在不能动手脚 也不能自己进食 非常痛苦 东张希望将在明晚的节目中请专家分析 自动门是否有失灵情况 在去年6月的父亲节 74岁的黎伯与子女相约庆祝 途中经过乌院商场出入口时 自动玻璃门突然关上 导致他跌倒并受伤 李博表示自动门撞到他的尾椎骨 导致神经线麻痹 使他下半身瘫痪 现在只能在床上度过余生 他表示非常痛苦 感觉生不如死 李博的子女向商场发律师信 要求保留闭路电视记录 但得到公正行回复 表示意外与自动门无关 在东张希望的采访中 还有其他居民表示 曾被该自动门家到 包括李博的儿子 李博的女儿 对公正行的报告表示不满 认为父亲不会因为自己的原因 导致如此严重的受伤 明晚的节目将邀请专家分析 自动门是否有失灵情况 这起意外事件引发了人们 对自动门安全性的关注 商场管理处应该对自动门 进行定期维护和检查 确保其正常运行 以避免类似的意外发生 同时 公众也需要注意自身安全 避免在自动门关闭之前通过 以免发生意外 45岁宋芝林家报安德尊 因为一件贴身物出手掌冠 下场超惨犯被打到红肿 新岛日报 近年来 宋芝林和安德尊的恋情 一直备受关注 尽管两人从未正式承认 他们的关系 但他们的亲密举动和绯闻不断 已经让外界将他们视为一对 最近 宋芝林在社交媒体上 发布了一段短片 两人坐在一起 看起来像老夫老妻般亲密 宋芝林还玩起了墨具 用一个男生配音 问安德尊为什么戴着一条绿色领带 然后突然打他一巴掌 吓得安德尊跳了起来 虽然安德尊面对镜头微笑 但宋芝林的大腿 却被打得红肿 这对绯闻男女 多年来一直在镜头前 展示着欢喜冤家的形象 时而打闹 时而亲密 他们的互动已经深入人心 在安德尊62岁生日时 他们更是公开亲密的互动 安德尊将宋芝林拥入怀中 并大力打了他的大腿 场面相当亲密 观众们对他们的互动十分喜爱 甚至连嘉宾黑妹李立霞都表示 我认识安德尊这么久 我还从未见过他和一个女性朋友 有如此亲密的行为 这是第一次 虽然两人的关系没有得到正式认可 但他们的互动给观众带来了很多欢乐 法语情 关志斌透支信用卡向朋友借钱被走述 见过鬼怕黑以后要递交情 新岛日报 43岁的关志斌 在VOTV原创剧《法语情》中饰演一名骗子 利用美色和假冒投资专家的身份 去欺骗富婆 虽然他平时给人健康的形象 但他表示自己很喜欢挑战不同角色 之前也演过强奸犯 毒贩等反差的角色 他还坦言拍摄亲热戏并不尴尬 相反会让对手更安心 关志斌还透露曾被朋友骗财的经历 借了两万元后对方就消失了 直到他入行后才还清了这笔钱 关志斌还表示他在家中发生煤气泄露 导致脸部和手部二度烧伤 对火有恐惧 但他会更加小心面对火的场景 金市镇合体填夸周星哲 周虞天暴病花莲跨年 自由时报 周星哲 郑星慈和周虞天 都参加了台湾的跨年晚会 周星哲和金市镇合唱了永不失联的爱 让歌迷们非常兴奋 郑星慈带来了他苦练的你 好不好 印尼版 并且佩戴了昂贵的珠宝 周虞天虽然发烧 但还是坚持参加了跨年晚会 他演唱了放大镜和IDOL 并且与您粉丝一起比爱心 不过他对于在黑漆漆的山路上 度过跨年有些失望 并且因为身体不适没有吃到正餐 李宇涵补星会公益唱 草爷预告组新团 自由时报 李宇涵和补星会受邀参加了 红星字会举办的 关怀弱势公益演唱会 受到了百万网红草爷的欣赏 李宇涵在演唱会上 献唱了多首歌曲 而补星会则演唱了他最新的单曲 《不要试图改变我》 草爷表示 他和补星会在音乐上有契合之处 计划组成一个乐团 挑战从未有过的演出形式 补星会也将继续替红星字会 募集营养餐费 杨子琼喜晒小脚丫 升格当奶奶 自由时报 华人巨星杨子琼 在社交媒体上晒出一张照片 显示他捧着一双婴儿脚丫 并宣布迎来了一个小奇迹 外界猜测他是否代理孕母产子 但据外媒揭晓 这其实是他丈夫的儿子的宝宝 杨子琼成为了奶奶 杨子琼和丈夫上涛德 爱情长跑20年 如今家族迎来新生 让他喜上加喜 U NOOS成军周年报喜 纠粉破解新年密码 自由时报 U NOOS是一支去年元旦成军的男团 前天他们通过直播和粉丝 一起庆祝一周年纪念日 团长高秀莱表示 他们去年的目标不够清晰 但今年他们更明确了目标 并且知道如何互相支持前进 他很喜欢这种感觉 上个月底 U NOOS推出了首张专辑图谜 取得了双要冠军 并且两首MV也获得了很高的点击率 此外 他们还发布了一段悬疑短片 邀请粉丝一起解密2024新年密码 而谜底将在1月8日揭晓 谢金燕妹登峰 跨年收视王 自由时报 台湾的跨年晚会在各地举办 吸引了众多观众的关注 谢金燕在高雄跨年晚会表演中 取得了最高收视率 成为跨年收视女王 Jesse在台中跨年晚会表演中 展现了自己的嘻哈风格 并在广告时加码秀 国骂舞自经 引起了观众的关注 画沙带领毛毛怒成员 在台北跨年晚会上炒热了气氛 安心亚在新竹跨年晚会上 以性感形象登台 取得了较高的收视率 各地的跨年晚会 通过电视和网络直播 吸引了众多观众的收看 谢佩恩放闪男友 赖佩霞退选开课 自由时报 谢佩恩在元旦和家人聚会时 带上了美国籍男友石天宁 并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两人的合照 表达了对男友的感谢和期望 赖佩霞也在照片中露面 虽然退出了选战 但仍然持续开设线上进行课程 并参与了永明基金会的活动 协助弱势妇女 孤独的美食家又来台 特别节目解谜 日本最帅主厨 走访三星葱故乡 创意上菜 自由时报 疫情解封后 日本的松仲峰和速水冒虎道 相继来台 品尝台湾美食 并寻找灵感 松仲峰在孤独的美食家 2024跨年特别片中来到台湾 他在饶和夜市的小吃摊 和火锅店用餐 给台湾粉丝带来惊喜 他还开玩笑自嘲选择了和 NHK红白歌合战 同时播出的时段 让观众笑了 速水冒虎道 则在节目 速水冒虎道的移动厨房中 来台取材 他选定了一栏三星香 和罗东的民生市场 创作了以三星葱为主角的 法式创意料理 两位主厨都对台湾的美食和食材赞不绝口 并表示只要有邀请 他们都愿意到任何地方做菜 孤独的美食家 2024跨年特别片 和速水冒虎道的移动厨房 第三季已经上线 东方神奇20年 互动粉丝最窝心 自由时报 南韩男团东方神奇迎接出道20周年 推出全新专辑20日2 两人在演艺圈闯荡多年 仍相近如宾 昌明感性说 虽然发生很多事情 最感谢的是 云昊一直在身边 云昊大赞昌明 比任何人都努力 多亏有他而昌明 我才能继续进步下去 两人坦言 东方神奇是和工作人员 粉丝们一起建立起的品牌 他们会尽最大的努力 来回报粉丝 回忆起和粉丝的互动 云昊表示 还是新人时 曾和粉丝们一起搭火车旅行 一边聊天的回忆 印象深刻 昌明则说 记得粉丝活动的那天 有位粉丝说 一定要参加活动后 再去生产 喊话该粉丝 一定要和孩子 度过幸福的时光 对于喉咙的保养 云昊习习惯多喝蜂蜜水 上台前会发出嗡嗡声开嗓 昌明则摄取充足的水分和睡眠 他们将于2月再度来台开唱 云昊想去士林夜市 大颗酥脆的鸡排和珍珠奶茶 昌明同样吃货上身 点名台湾牛肉面 大肠面线 期待在台湾好好旅游 吴金峰跨年合唱小野丽莎 直呼太幸福了 自由时报 吴金峰在跨年夜和小野丽莎合唱 让他感到非常幸福 他称小野丽莎为妞丝女神 两人合唱了王妃的金曲 我任意 让歌迷非常惊喜 吴金峰表示 每次合唱时 他都非常依赖小野丽莎 吴金峰去年失声 今年将进行巡演 他希望能够顺利恢复声音 好好的唱歌给大家听 人物专访 钱玉扬超狂家事扮黑道 兴奋合作杨子琼 自由时报 Netflix的新影集 孙家兄弟将于4日 在Netflix上线 待遍是一部黑道家庭喜剧影集 以台湾为背景 影集中找来了前监察院长前妇的 帅孙钱玉扬 和新生代男星李松蒲 饰演奥斯卡影后杨子琼的儿子 两位演员在接受采访时 都对剧中的妈妈杨子琼赞不绝口 钱玉扬表示 和杨子琼合作像做梦一样 他非常善良和温柔 能与他合作是非常难忘的 钱玉扬还称赞杨子琼 每天都把他们当朋友 给了他很多建议 两位演员还表示 家人知道他们要与杨子琼合作 都非常兴奋 钱玉扬更透露他的弟弟告诉他 爸爸和朋友聊天时说 以前我是前妇的儿子 现在我变成钱玉扬的爸爸 让他非常感动 该片将于4日在Netflix上线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 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